嗨,大家好 如果你一直有跟进我的video的话 这次这个video真的是用了蛮长一段时间来准备一下 然后也是有间断的做一些复习啊 就是rehearser就是 先要因为要要很顺利的这样 他讲着 那么接下来哦 也是一路一网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间 ok我太太大时间的时候这个是你看下ok 所以你看那下是1点25分 下午然后是星期五1月13号 这个时间是蛮不错一下113嘛ok然后也是 风生水水起的意思啊ok 然后然后今天的主题哦我们就会探讨的就是 怎样选上会上涨的股 这个是看 这个是个概念来就是教你怎样去选上一个会上涨的股 ok 那么 呃为了一些 东宫无畏的 求分 关系 我需要放这个免责 声明了 因为这个video我是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制作 然后是要给传达一些概念给你们知道是怎样选 上会 上涨的股 ok 当然这里就是 是纯粹以教育为主的一个影片来的 如果那些听取这里的消息 所提供 这里这里所提供的消息啊 或是教材啊 当作为买卖决定是 那么一切的损失 都和本 作者无关 为什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教育为题材 ok 就是给你们知道你们需要怎样做 然后一个概念里 你们跟这样做大概然后会有 不同的东西的 ok 那么我今天就进入主题 今天的主题我们会讲解的是 卖点 还另外一个就是买卖策略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就是整个股票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不管你怎样都好 如果你要真的要赚钱的话 在股市赚钱这两个一定要掌握 所以卖点哦 ok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他也可以称为因果套论 ok 因果的那个 因果论会套用在这里 也就是可以用来因什么因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就像你 你用那个 木瓜的种子来种的话 当然是得到 木瓜果对吗 不过 也不一定的因为木瓜也有分 公跟词的 公的木瓜树是没有果实 果实字 结花语哦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要知道 这什么是因果论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等下我会讨论 讲为什么要 我跟你讲木瓜有分公跟母的 原因等下我们会探讨着这个 ok 这里也有一些的 啊 东西就是说每个股上涨 就必有因 这里的检验是讲着卖点 ok 很多人 只有股下跌的时候才问原因 为什么下跌 他们没有问为什么那只股上涨 上涨一定要有原因才有 那个人家去 荣去买进的 这里很可惜很多那些散户的思维就是 只注重 下跌 在大马里面我们要赚钱的话 在股市啊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普通散户哦 没有拿考取那些执照可以卖空的话 只是 股市上涨的时候 啊我们在在上面套利 不是上这个过山车上下 下的时候 所以他啊 什么是主人很住套房 ok 然后果 这里写错了这个果 啊我改一下 这个果是 写错了 这是这个拐的 股市骨架上涨 稍后 也就是个果上涨它是有原因 是你就看到因果 因那边是它的原因 那么因也可以称为卖点 或者是很多人讲的是主题 也是很多种那种讲法 然后果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股价就是上涨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这样的 这样麻烦了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因就是个股的卖点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好了 卖点 这里我已经讲了 所以那边你看一下 是不是想到比较顺一点 那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注重错误的东西 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它的硬 为什么它会上涨 然后我们在对 通常一些股要上涨的时候 它会三个月之前 是就给你一些足够的消息 或者是一年前 OK 你要看了 然后何为卖点 这次我就解释一下什么为卖点 OK 就刚才讲的就是主题咯 也可以讲是爆发点等等等等 很多东西 然后卖点咯 就是个股主要上升的原因 为什么上升的时候一定有那个推动力 它有人用先嘛 所以让我们知道股数 一个个股的股数是有限的 每个人用拿的时候 在市场上流动的数量 股数就会越来越少 那么在股数 就是我们的供应与需求的关系下 当需求越高 然后供应就是demand跟supply demand就是需求 supply就是供应 当supply很少 demand越高的情况下会怎样 就是上升的价格 就是这三个在股市那边也是一样的 在股股那边就是这样 OK 那么看得到哦 那个股 五数越来越少 流动在市场上 能更多的人 愿意付更高的价钱 来买进这个股 比如说那只股原本只是直50线 为什么也是直50线也是很奇怪 因为那些个大家都认同了直50线 因为某种原因 他得到很好的 钱人就是得到很多那些工程啊 垄断性的工程啊 然后是稳赚啊 然后至少他的盈利有20%啊 所以在做生意里面哦 有5%那些都是勉强够得去 少个5%盈利的 是net profit少5% 对他的那个revenue是 他的profit net profit divided by revenue times 100% times 100% times 100% 如果是少个5% 这种就尴尬 10%或者是以上 是很好的 等一下我们探讨有一只股 真的是那时啊 在2015 20 对2015年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 然后就的确是100% OK 所以讲回个股上升 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探讨这个东西就是要去找 很多很多东西的 OK 然后在海边哦 很多浪 为什么会有很多浪呢 就是因为有风才起浪嘛 所以无风不起浪 这个是很很正确 在在大致上的东西那边 就是我们看到哦 在股个股上升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他的原因 推动他才可以上升 或者是如果是庄家 就是他要卖出那个票啊 他是不是一定要给制造一些消息啊 或者是那些啊 一些假象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假象 来吸引更多散物融进去 当然我们看你是先进的散物 还是中间 还是最后为那些 就是啊 给人家金西带那种 就是给人家啊 当作是提前工具的 看你是要哪一种 当然这个啊 不包括在里面啊 这里只是啊 在等下我们会在测量 BETAX上讲解一下 这些怎样去避免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股价上升 必有盈 这个盈就是卖点 卖点我们也是可以看哦 再仔细的看一下哦 怎样找卖点哦 卖点方面 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到 就是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那边我们就看到了 那个盈利上涨 那工程得到 得到很多工程 然后那工程是 是啊 多少年啊 合业通多少多少 然后他们拿到多少啊 就是他们可以预测那边 我们怎样预测它 赚到多少钱 就是我们以过往的 就是那些quantitative啊 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 来分析它够往的那些表现 然后我们得到它的综合 它那个盈利 那个net profit的 那个 %率 对 net profit 对比那个revenue的 那个%率是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从那边 直接乘拿那个 大概比如说 它保持10%的话 那我们就用了10%来 呃 当做那人的工程的 标准就是 比如说拿到1亿 10% 1亿的10% 就是一千万哦 ok 一千万代表我们就在 除非它股数 我们就看到哦 它股价可以上涨多少 就将来预测啦 ok 这个就是基本分析 他们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学到 这样多基本分析 最后我们只是 要找一个卖点 就是这么单 很多人都来都去哦 这不是他们学 基本分析来做 我们学基本分析 为了什么 就是这个卖点 看到哦 这两个字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通常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我们是看图 技术分析 我们也看到很多 有指标之类的 然后有支撑跟足力 然后大量的上升 我们看得到的是 拉筑图 交易量 ok 然后那边的 那边有没有累积啊 然后中那些 技术分析 那个指标啊 我们就看得到 比如说哦 黄金交叉 也是一个卖点 当然这两个技术 它们各有 它们的优缺点 在基本分析 很好用的时候 是在于熊市 ok 基本分析 在熊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股 的盈利的稳定性 如果那个公司很稳定 然后他每年都有给我们股息 然后有我们的呢 等下我们会探讨 怎样来分析 怎样来工 我会跟你讲解 一个一招 需要这招 基本上哦 你在股市那边就 呃 不赚钱都难啊 ok 那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来的 然后那 技术分析那边 就还有 技术分析 只有在 牛市的时候是很好用 在熊市的时候一直下跌 你分析来分析去 还是下跌 那么你还分析来做什么呢 因为下跌的行情 我们都不能赚钱 除非你是 用那个 期货 期货就是 FKR FCBO 就是那些 油中期货 不过油中期货 不要开玩笑 这个哦 真的要交货的哦 你买了那个票哦 就是你buy啊 人家会交真的是 那个啊 油中的那个货给你的哦 不要开玩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卖空啊 索小令的话 ok 如果你的期益还没有到期 就到期了 你要对线你的承诺了 所以那个CPU不要乱来 FKI还好 那个就是 只是 股投资行的 那个对冲的工具来的 ok so 当然 我也不会排除 另外一个就是 泪目消息的 泪目消息的 泪目消息团圆 我们也有很多 很多那些 这个也不要太过相信 为什么我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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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他会变咳 比如说那个 老板 咳 打算 咳 是有话 一间公司 不过到头来的时候 他发觉到 咳 既然有一些炒家 咳 一些炒家过来 咳 既然你要卖了 倒不如我们来炒上来 不要这样急着卖了 那么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的话 就是会变 那个变数是很大的 所以靠 依赖 类目消息 你真的要很醒目一下 哦 不能随便 这个类目消息 很多人就是听哦 我们听的类目消息 通常是第10多首了 就是我们不是从那个 啊 managing director 就是那边 最高公司里面的人 有时公司里面的人 最高啊 他们讲是这样哦 如于外围的局势 而导致整间公司下跌 也有可能的 这种 这种 你不要太过相信 我们看看就好 我们还是最主要的 还是依赖这两个合起来 因为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 有时我们就会看到 他可以讲是 雨长不短啊 互相的 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我们有时 要互相配合一下 不能只是单方面啊 因为基本分析 刚才讲的 雄市方面你是包赚 OK 但是在牛市方面哦 你买不下 因为很贵哦 贵可以更贵 所以在技术分析那边就是这样跟你讲 就是技术分析 我们在牛市的时候 是很行动啊 很可惜的是 在2016年的时候 是不牛不雄 今年或许也是不牛不雄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 开始真正的过掉 那个是华人新年那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以现在来看的是 小股当道的一个阶段啊 现在 所以这三个我 我可以跟你讲 这就是 正常找到卖点哦 OK 内幕消息那边 我们只是一个参考 总之最后我们做的是三个东西哦 最后到最后还是一个参考而已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投资 那个买卖策略 那买卖策略你没有做好的话 你怎样厉害都好 分析分到几厉害都好 人算不如天算 听过这句话的话 你就很清楚知道 这只是一个分析 你我都是人 那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东西 会漏掉的 OK 所以这里我们会讲的例子哦 卖点的例子是 Ecovest ERP Highcom 还有MYG MYG是跟我讲 我刚才讲的 它的盈率哦 是有至少 差不多接近50% 或者至少是40%的 虽然是他们拿到工程 我直接拿来承认50% 最简单 我就放50%哦 就知道它的股价可以去到多少 这个有很多人一直跟我争论 结果到后来我赢了 不需要讲 有时间来证明就可以 我们看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还是有一点失望 因为一些工程也是有延迟的 所以这就是讲 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让别人看得到就这样 就这么 就到这里我要跳出一下哦 看那个Ecovest那边是跟 DIP Highcom 我们来看它股数方面哦 Ecovest那边就是有整 855.48M OK 然后DIP Highcom那边哦 就是哇 这里就Billion 1.933Billion 是蛮多票一下的 OK 然后在这个MYG那边 就只有3.606Billion OK 市值哦 就是MarketCap 就是这个股数 乘以它的股价哦 最新刚才这个这个是 1.6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市值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BAR value OK 是用于哦 但是当它给它的是percentage啊 他讲Dividend 10% 我们不是看股价10% 我们是看BAR value10% 是不很多 可以 不过这个股哦 还可以再采 因为现在是0.5 0.1的话 它还可以再采 再分了 再分到最西方 就好像那个DG DG就不能再分了 你看DG是 最低了啊 0.01 这个是100 这个是100 没有记错 已经是最低 没有再再再低了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OK 所以我们这里要看的哦 股数 我们要要拿的是股数 这个是最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看 3.01平台那边就拿出来哦 OK 再不然的话 那个我们 可以去看哦 比如说我不知道 EcoWare是哪一支 那是我可以在这边哦 因为这个我是在 啊 Pusat Malaysia那边拿的 EcoWare是Under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就是那个 建筑股啊 OK Annual Report那边 我直接去Annual Report那边啊 就可以了 或者是啊 你不要Annual Report 你要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啊 那个季报啊 啊 Financial Quarterity Report 也是可以 这里哦 要看哦 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 拿到我 30大股东那边知道是什么吗 这里也有跟你讲 他是有什么project 蛮多一下了 这个 现在目前这 这个是 最最红的一个 你看他这里哦 30% woman on board 哇 还有拿到30% 蛮多一下了 还是写 很多很多新闻 OK 啊差不多要到了 三十大股东那边哦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大股东那边 就是啊 还之前那边有总共多少股数的 啊 那这里30大股东 这个是啊 平单 我问 然后再到啊 你看我那边有多少我呢 这里多的看到吗 这个是我那边有多 这样多 我再对比哦 啊 我问了 你看到122.206 对吗 看这里是122.206对吗 还有三个字 你看哦 不要准确一点 所以是被错的 你看着这个就很准确了的 这是我的然后 在那个啊 他的我们的那个 股票哦 股票也是一样的 股票方面哦 我们就去看哦 也是看回啊 这边 看到吗 855 448 那我们再对比这里哦 看到哦 855 448 看到吗 很准啊 对吗 没有没有错 这里哦 我们看哦 这里就是他的股数 那我们还要看一样东西 就是哦 所谓的流通票哦 在市场上流通的票是 有多少哦 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哦 我们把这些股票全部加起来就是了 那边就是讲哦 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哦 然后 share holdings 看到吗 这个 不要把每个加起来哦 这些全部加钱 他们不容易脱手啊 这些 他们要脱手出来的话哦 这些还容易啊 因为他没有上5% 那当他买到5% 然后整个公司的5%股权的时候 不容易脱手 这些我们看哦 基本上是还没啊 这些就 这些就比较难脱手啊 这些 如果你要算比较安稳一点哦 这些比较容易脱手的是 这些我们就只是算这里就好啊 也就是说哦 流通票哦 在市场上流通的票哦 83500 再三个零 加8 一个零 三个零 再三个零 再加 六四 五零 三 六 四 七 再加 六 二 六 一 二 零 三 一 二 三 四 加 四 九 五 四 五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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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四 八 八 六 零 这里有一个付出也不用紧了 ok 所以这里哦 我就做一个记录先了啊 ok 我只做一次然后七套 只是跟你直接讲他的卖点就好 不要不要不要花费更多时间去讲解这些东西了 这里哦我就换一样东西就是改他format了 等一下先因为还是 点慢哦 所以这里我就按separator 看的 看的 比较顺一点了 ok 五一 三六 零 零 八九一零哦 也就是有五亿的票在市场上流动了这些就是随时可以卖的 这些五八千以上的哦 他们要卖了我们要看他的那个notice啊不是这么简单的 ok 然后为了方便哦 我直接在这边已经拿下那个啊 他的链接了 这些就是他的卖点哦 为了方便我通常都是最快的方式啊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等下我会跟你讲有关系到哦 ok 所以这里他有讲哦 他的主要呢就是啊 kc and the building of equal west 哦 他跟你讲是什么东西啊 啊 for tickets啊 讲什么啊 这些不大重要的 啊 i said on transferring the sand to combats the part area 这这个真是很旺的一个区来的哦 which is 啊 say it's still under deal 了 and they make the area into a live a liveable place like Melbourne 他的目标啊 这里可以看啦 imagine ok i studio a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nd a high school 的 嗯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讲蛮多东西的 我们看 change to iwc 嗯 importing in lin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三十年经业 不错 这里刚才跟你讲啦 ok 所以这里我们看有什么东西 这里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 有没有啊 first hundred million in saba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讲他的过往的东西 就是讲哦 他这个老板有五八仙在这个啦 这个公司的 team up with这个 邦大马拉西亚 你看一下嘛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 pilot他的这个卡他的私人公司啊 ok is kind of what the fun holding啊 后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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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更重要啦 ok 然后我们看看啊 kl river city啊 你看到吗 这里 这是一个 project来的 蛮大一下蛮多潜意一下啊 一句话讲完这里我们看完哦 他是啊 有讲他 我们最重要是这个啦 啊 他这个是说实验的 他没有更加速的 要更加速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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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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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减少啊 那时他的股啊这个是蛮久一下了这个是一月一号两块三角半哦 at the six years high 六年醒高啊ok 他这里有讲吗 tall collection and recent sales of 40% stake in dupe one and dupe two have boosted the earning of incoves 这两个地方啊也蛮多人用一下的确是有帮助了然后他这里啊 所以是the river of life project 这个是美化河啦 which involve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quality and beautiful world along the river from kongba to the kuala lumpur city center这个也是一个还有那个啊哪里的 然后ecovers has land bank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还有那个eco river center and eco west tower along the river hason is played a total GTV of这个看到billion 但是他的股哦他的股数则有这么多一哦 你看一下吗这个 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哦 有7.8个billion他的潜在价值是很高的 我们就就拿很简单的数字来看哦 7.8个billion是什么呢 78 billion来讲哦 1 2 3 4 5 6 7 8 9 这个就是billion啊 这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十一 七十八亿 然后除哦 855 448 8 3个零为什么应该是million啊 然后你看一下 如果是讲啊 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radio 如果我还讲他是拿 10%来看的话 就就最简单的话就是他的那个 我我直接算他那个啊 总共我还发展了前置 我只是算10%了 就讲他的股价是 他的earning 是9毛多 这是最简单 最最快算的 这个就是 我就是拿他的那个 GTV直接除以他的这个 股数然后再乘他的 他的10%大概是10%这样的 因为啊 我们现在要看哦 这也是有讲解的 一句话讲完 这个年报那边有很多东西的 这里我们可以拿到很多那些工程你看到那边哪有讲什么东西啊 我看的是他 大致上商店里面赚的是多少 当然还有他更加快的方式方法啦 还有写华语字快补得 有一些还有放得很好的就是给你看到这%率啊 不过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紧我们直接看他的那个 啊 啊 收益表 破费啊那个pnl就是income statement了 你要转下来钱没有办法真的是蛮长一下 所以最快的速度来啊 跳过一些东西 收着你要看他的就是 60 60 这是配 看下谁拿去这里是 49 49 60 加到10啊 这里是549这里是我这里是50 这60的话那么这里就是61 OK 最快哦 那我们来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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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吗这里 我 已经是 啊 用10%已经是很 很好笑了呢 你看啊155 606哦 除以 revenue吗 7 9 3 5 8 2 看啊 19 整20% 这次他也是有有很大分别看到这里哦2015到2016看到暴涨多少7倍他的盈利然后在过往那边呢就讲了这里是2000 6 除 438 015 100哦 这才4% 我就拿10%这样就好了 不多因为今年他可以看到他是开始爆发了 打一个股爆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哦他盈利这样突然人家暴升的话 那股价哦 暴升也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为什么他的股价 在这里我们要一个要跟 啊能说服大家的东西哦我们直接看他的那个个股的表现啊 OK 刚才讲过东西这里我跟你讲怎样看股数然后另外一边我会教你用那个鸡棒来看股数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会关掉哈因为这个不大重要 开个性的 我们这里就打一个一个 多了 我们可以看我我放一个图会简单的看到比较多了 看到 这里在之前是平平无期的这就是建筑股我们可以看着你哦这个股那边也是形成很多东西的 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讲的一个是个杯啊 OK 这里是他的net line 看到我这个杯哦 这个Youtube 也从这里哦 这一段时间是 2011年了 到这里 这里他也是 蛮好运异一下还没有像那些什么 也是有影响到之前你看一下这里哦 这里会下跌的哦 原因下跌的话哦是什么原因搞哈下跌的啊 除了股灾之外哦然后首相的关系也有关系到了 那首相是 阿布托拉那时是顿阿布托拉 他是注重是 类许的还没有注重在发展的 所以那边我们看大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看得到这个股在今年那边你看到从他爆发点那边就是从 这里我们看是 去啊 前年了不是去年 呃 10月2015年10月的时候开始就 最低应该是在这边了这里是还要更跌这里大概没有 呃 肉是 哇很低一下这里还有给股息 两分的股息在这边来讲的话两分因为这个调整够了这里大概是 855啊最低是855啊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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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那个两分进去就可以了OK 这里哪0.02吗这里是你看一下哦这里是0. 啊 0.3 0.835 0.835加加加加加加加咱嘎 0.085 高 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上涨 看到这股价为什么上涨我们再看哦 在他的那个 这边已经是讲明了 他的股价就是他的上涨是盈利的推升所以是有那个支撑力的 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不是开玩笑的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卖点 可以跟你讲 然后我们再看回哦 刚才有讲过哦 通常是在Nox那边 要怎样看他的那个什么股数我这里也是有讲解我们看一个叫做Earning Perchere的 不是这女后他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答案了看到Earning Perchere 这里看到吗Earning Perchere 然后Weighted Average Rumble of Ordinary Share Issues啊这里有三三三个零啊所以看到吗855448 然后我们再对阵一下哦 是855448 所以那边有很多人哦我我我已经有有有讲解这些很多次了的不过一些人就是 没有做这些功课啦这些是很基本东西 怎样都是需要去去去啊体验一下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这里现在他的PE是蛮贵啊蛮贵一下为什么呢我们看我这里是Send 以这个这个是2016年整年9月到9月为止嘛就是啊2015年的啊 不是是2015年10月1号我到啊这个 2016年啊9月30号的那个 啊他的他的那个 变动 OK 所以他才有这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我 以这个来除了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啊 股价 我们看到他的PE是蛮高的 就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用那个 基本分析是不会买自止股的 为什么我们因为看到很贵啊对的确是很贵但是他的价值是 我们看得到他的那个盈利是直接有 有了推动他上升的 Later Snow啦这里有讲很多啦你看一下哦 然后这里你看一下他那边爆发看到他爆发吗这里真的是爆发很够的你看一下哦 从2014到2011没有2013的到2016看一下每一年这里也是有讲很好了嘛 所以我们你看一下这里很多东西啊一大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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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哦 所以这边啊这里也是有一大堆的 然后我 这个是1月6号的 这个我们看过了然后我们就放这个 两个Billion看到吗 Jewelry Work Package Work 2Billion Equal Joy-Pen Borneo Highway 2.11Billion Contract哦 OK你看95.4KM 这里我们就 啊要 因为他是Joy Rancher 然后我30%State 哦这里有讲了 也就是说他只是占他的30% 也就是讲哦 这里哦 啊 比如说这里是 211 3个0123 456 个 10 百 千 万 10万 百万千万 21 OK 然后 乘 0.3 为什么钱 0.3因为他只是拿30%而已嘛 也就是说他这里哦他70%是因为他是Joy Rancher所以我们看了哦这里哦他的盈利就是拿了这么多 如果不知道的话哦这个也是他的卖点来的 OK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啊这真的要做的是做到一大堆了 这是股数啊 Number 这里是NOS啊 Number shares啊 然后633 123456 OK 这里哦我通常是 啊为了方便哦 配special 这拿了format就好了 那么他的format他就会 变成这样了 看到吗这里 这里就一块哦 如果我只是拿着你他的他的这个 这个是revenue 我们要知道这个 是revenue 我们要 要的东西哦是很简单的 就用这个哦 算他一个10%就好了 同样的这里也是 Ctrl C 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这种东西哦我们直接配杀format 要是说他这里他就拿到 或者 六千 六大概我们拿大概哈 他的这里是六千万了 六千三百 三十 万了 六 六千三百三十万对对对应该是三 三百千就是三十万了OK 这里最重要还要看他是多 酒用多酒 这是更确认 这是更确认 他讲这个啊 Changing hand 这里要讲 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的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 他的那个工厂啊工程 供应给酒就是我们总共我大概期望啊还是拿到这样多 他不是一次性拿完的要清楚知道他不是一次性拿 所以这个如果是三年的话我们就要除三哦 比如说他是真的是三年的话除三的话就是整 两 三二六两千万 两 两千一 就是这里除三 如果是 还是用三年来完成的话 是 OK会更少了 更少的话我那么这样啊就会 一年里面收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然后除加 他的股价那边就是有 供应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工程 完全清楚知道这是一个 不是很多个呢 这是整年这算整年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也是要 推 推算他的个股那边啊就是这样来做啊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大概是多少了 当然最好的还是 要知道那些消息实实在在的我们还是看这个 在这里我们你看一大堆哦 当然这个最方便的我们也是要看哦 三年前 从2015年开始 我不好意思三年前是2014 到今天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累积这里 8月 8月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这里 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这里也有讲哦 这个比较重要的这里哦 这个事情有一个新闻 OK 然后这里有发生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可以去探讨一下 通常我们只是拿三年就可以了 OK 他还有share split 注意一下 multiple proposal 这边有讲哦 你看啊这里也有 去年8 啊 11月8号的时候讲哦 来到 我看一下 用了多久 42分钟 OK 我只是看这几个就好 因为其他的还是 要自己动手啊 如果每个都给完你的话 你就 就没有东西讲了 这里已经讲了 啊刚才我已经讲了 看到我这个是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 哦不是这是另外一个来的 意义哦 嗯 在 vendure and shareholder agreement bill construction stamper smelling resources 嗯 in in share gum gum OK and highway 我对对对这个已经讲了这个这个已经讲了 刚才就是这个嘛这样子你计算了啊 这里就 啊帮你算了呢 这个就是他的数目 然后 有了total contract value吗 这已经帮你剪 简单了 然后我们要看他的任内容就是你开下去哦 这你会跟你讲是多久了 对吗刚才我算42亿 所以就直接用它38则算下来就不会错了啦 对吗 对吗 open such demolition the part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greed to the waiting up of the jerry jerry companies 这里还没看到有那个乐器啦 看下写啦 还没看到有一个乐器在写是什么啊 咳咳 any material on the next set 还没这样快啊这个奖 给你看一下也就是这些就 还没有跟你讲是其实这个应该只是一个还在啊 谈论着的阶段应该还没有给你们看到那个 这个啊几时的期限之类的 我们再看这个哦 这个proposal disposal 40% dmo to temporary啊看这里哦 这里也是一个钱来的这个哦 就是讲哦我们买他的母股哦 就会有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叫做 啊钱会进那个那个所谓的 啊叫什么特别股息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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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大一下了这数目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那个股数哦 啊 补数是多少了啊 85 85 45 48 85 48 再三个零 ok 真的是很够利益一下哦 我们除起来你看到1块3毛2 所以你讲我们买哦 这个是我们会收到这样多钱 所以我这样讲哦 那我们的风险呢 投入的风险是蛮低下 最好是我们真的是给2块4都好啊 2块4拿回1块3毛2 就想如果我们买哦 不用讲讲最高啊 刚才是2块6啊 ok 因为这个我是excel 2块6剪掉 1块3毛2哦 现在我们看他的那个啊风险哦 我们给 可能是最高是2块6了 然后我们拿回1块3毛2 也蛮划算一下的哦 为什么应该是可以装作是特别快 股息啊 或者是公司也可以不要派发 你看在这里不是简单哦 48先哦 你看哦 这里很多钱一下 Purpose share split removing the subdivision of two every two existing agencies of into agencies small share split这里就是讲哦 这里他会啊 就是啊 原本有100股哦 就是啊 原本有100股哦 一百股哦 由于是2对5的话哦 2 两个票给你5个票哦 也就是说你是哪 啊 对5两个票 20 100除2 就是50 50乘5 你会拿到250 你会有2lot 最好是最好不要买买买买什么 你看着这个买就对了 你看着这个2哦 你买 你买200股就是2lot 200股哦 如果是200股是 你就会拿到啊 变成这样哦 就是多多那个 300股这样给你啦 ok 就在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啦 ok 这里 啊 啊 5 5 所以你要买是哪 哪 2的倍数的 就是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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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8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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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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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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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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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不要看 others 看全部的话 我 general announcement 我就两页了 就比较多了 ok so 这个啊 概念大致上希望你会做到我讲是什么啦 这个只是 ecovacs而已哦 然后我dip hykon那边就很简单的 他会跟你讲啊他的跌下跌是因为啊post 他的那个revaluation就是从从从从都估值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下跌 然后一出来的时候那天是你们可以看到dip hykon的表现是怎样的 你看到这里哦dip hykon在这里是最低吗 这里出现了一个叫做我们讲的是爆量啦 因为他是平均那边哦他底下是蛮高 这里是这161680万的那个成交量啊 他是开低哦 就open哦 然后走低哦 这里是跳低的啊 然后你看这里哦 这个这个形状下哦 我们也自己称之为什么很通啊 在这边这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那个morningstar ok 他这里吗 这里像笑笑笑笑笑这样子 这是一个confirmation啊 这里没有confirm啊 这里是自信啊 这里是一个确定的 两个合起来就是确定了啊 这里上升 不过这里要清楚知道哦 这个股哦他在这里哦 我们简单一点放哦 快二那边呢他的主力是蛮强一下的 所以看到吗 这里这样上哦 你看到他这里哦 这是其他第一个了 你看这里就是这里哦 上哦 下哦 这里站稳了哦 他就上升 上升了 然后下跌哦 这里看到他没有这样快跌的 他会有一段时间可以逃忙 所以在那边我有讲过是快二跌破 是开始跌破的时候不用急 他会有反弹一下子的 因为他这里是一个很强力的 叫做支撑点 ok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是你看他就突破了这个支撑啊 这个 这个主力 他 这里变成一个支撑嘛 因为下跌的时候这里叫做支撑 那他股价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力 看我们的情况 这里哦在这里最新的这个我们就讲 突破主力了 他看到他能不能站稳 那他能站稳这个快二的时候他就可以再上升 上升了 我是纯粹以技术分析 这只股他的他的操作方式真的是蛮危险一些 为什么我他风险是蛮高的 那我也不大鼓励很多人进场 我会跟他讲大概是这样 他会波动蛮大一下 你看这真的是蛮大 真是敢敢上然后敢敢下跌给你看 那在这边 呃我也是累积他的那个DIB C21 两我也有再两分卖掉 然后看到不对劲我两分半和三分 三分半我都照买回来 ok 然后在这边就 有套开始套利了套利 然后到后尾巴过去过去也是蛮不划算的 然后之后才了解到整个平单的他的那些 里面的一些不知道的困难 我还分分钟还需要打电话去确定一些东西 那些细节我还不大知道 ok 在这边这样研究之下我才知道我这个股真的是 是不简单啊 所以抓了新手就不大鼓励性这个这里我也啊不讲多 因为我之前的video也讲了很多关系这样东西 啊接下来我会讲的就是mygmyg方面哦 myg方面哦看我需要做的是 哪最简单的东西哦 以前我做的那个图来的 ok so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哦 net profit margin哦 你看一下哦他每年上升的这个还没有更新啊 因为我也懒惰啦一句话讲完 我就拿最请看到这里458想看到吗 哦这要简单的话哦 因为他的那个营业时在20 那时在2015做2014吗 没有放2015和2016进去吗 所以这边呢那时在2015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 ok 他的盈利是这样的稳稳上升的 蛮不错你看他的债也是蛮不错一下 就啊 net cash那边我有自己的算法 然后他的股数还是这样 然后2016有增长 然后2017也有增长 因为有那个给红股嘛 所以那边买啊啊 现在买我就不知道啊 因为我就没有在跟进 因为已经 呃一些东西很多 达不到我的要求那边 我就没有去再去去看 因为他的赚 我也没有看到有一些啊爆发性了 因为赚在股市那边要赚赚钱 真的是要找一些爆发点了 ok so 在myg那边我就讲解到这样就好了 那么我们就啊 不再啊 消费这么多时间 我们就直接 最主要的东西 我是要跟你讲的是那个概念 你 你明白了怎样做 ok 这些就是卖点 ok 少做预测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刚才要讲的东西 人算不容不如天算了 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变化吗 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变的 你看天气啊 我们去 就是最散步就好了 我们看了 天晴嘛 乌云没有嘛 然后过不久 两个小时的时候 突然间乌云盖顶啊 然后下大雨啊 哇下到很大雨 那么要怎样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变化咯 这是桥出一车 所以 凡事我们算到怎样厉害都好 我们也是要留留一些余地 就是 我会跟你讲解 在买卖策略那边怎样去应付 ok 所以那边凡事都有一个很难预测的东西 凑到大概就好了 这里很多人咯 就是很喜欢算死咯 到不到这个怎么办 我当时跟你讲是一个概念 一个reference 一个只是一个参考 我们做出的这些时候 全部都是一个参考 会有变数的咯 有一个变刮 很多人算死了 这里就是 但是在股市那边赚不到钱就是这样咯 很多人很可惜 就不大明白什么 所以股市 讲可以简单是很简单 又可以讲的很难 看你个人的修为到哪里咯 大概这里我跟你讲 这个桥出预测的时候 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样东西 叫做垂机应变 跟着当下来改应付咯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要留一些空地 不要说死 很多人把话说死 这样搞到这里面后台可下 这里是蛮可观 可悲一下东西 ok 然后我会跟你讲解 那桥出预算 你看有一个东西叫做 这不是我发明的丢利 也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Macathon 发明的那个理论来的 知道吗 这里直接是有这样的人讲解的 Joharie Wintow 他讲解 是一个技术 帮人家分析 更好的分析 那个他们自己 然后还有其他的 然后他在 这是一个 叫做 Joseph Love Psychologist 就是一个 那个 Harrayton 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合作参办出来 在1955年的 然后他是 在帮助自我 还有其他 那些 还有公司 Harraytick Exercise 我就不知道 可能要Google检查一下 这个 这是他的整个简 简称 在这里也是可以 运用在股市方面的 ok 他的 Joharie Wintow 就是这样 其他人知道 然后你自己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 不知道 不能掌控东西 heathen area thicket open area 就是你 我 他都知道 关于你自己的 股市方面也是一样的 在股票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 ok 然后这里 你不知道 其他人知道吗 这个也是一个盲点 我们的盲点 我们没有分析 你看一下 那还有 我们只是知道 一样东西很可惜的 我们或许会知道 这两个 大家知道 你都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 大家不知道吗 这个 或许会变成类目消息 ok 然后这里 这两个 你看一下 其他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不是未知 也是一个危机 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 好像 天灾 我们知道几次会发生天灾 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那个真的是很神了 不会出现在人 人世间 会 会一分分钟给 给上帝带走 然后就是price board 其他人知道 你不知道 就是你的盲点 你可以看到 这四个 你和我 我这个 课程那边 我是 范范范范 范范范什么 就给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些东西 然后怎样去 啊 去 overcome 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两个东西哦 ok 是可以做得到了解的 为什么怎样了解 我们有一个叫做 悬树 就是那些 易经啊 就命理这些东西啊 我就是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原来真的是有很大关联性 我这个 可以了解到这个 但是没有可能到100% 到100%的话 我可能不在这里哦 哈哈 就这么简单啊 ok 然后接下来讲解最重要的 那个买卖策略 刚才我们知道这个嘛 ok 脚海云都是有这样的嘛 ok 有我们要怎样应付这两个 这两个情况之下 那么就需要一个策略咯 就是买卖策略 买卖策略也可以讲 买的策略和卖的策略 就是有两个啊 就很简单 那我们做了很多卖的很好 我们就在准备进的时候 要准备进的时候 我们要一个 一个叫做Plan嘛 就是一个蓝图 要怎样去攻略它的那个市场 ok 所以买卖股票 没有策略 如同关闭着眼睛 驾驶车在路上行走 的确是真的哦 好像你 你那路多只的话 你关闭着眼睛哦 哇 你不知道路中间有一个石头啊 或者是一个障碍物啊 创下去真的是创下去的哦 创办的这个就是啊 没有策略买卖股票 没有策略的关系 所致的 在股票上 也会创办的人 多数都是因为没有 没有买卖策略的 只是纯粹这样买 你都好分析都好哦 你没有这策略 也是死到很难看的 会就是随到很难看 啊这个我会跟你讲 会要根据一些东西 个人有个人不同啊 我的买卖策略和你的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我的资本 或者是其他心理因素啊 那些啊条件啊 应对啊反应啊全部不同 所以这个真的 如果要的话真的是 啊要了解个人的话 每个人呢真是做上来 对上一天 真的是要一天来这样打的 给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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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需要一天啊 来对啊分析他人的那个 啊操作法 是他的那个性格 那有一些人不适合啊 短期操作 他们买啊股票啊真的是 可以赚到很多钱的 很轻松的赚 最重要要了解他们是 怎样的思维怎样的人 啊不简单的一句话讲嘛 刚才我就讲了 我们买卖策略分 卖时的策略和卖 卖时的策略 卖时的策略 buy and sell 这个股下跌很够力了 好像toyota一讲一讲 哇真的到toyota下跌到 阿妈都不认得 那个真的是很够力 看下来 啊他不瞄准谁啊 不过啊 有听说是 mars 不还好 mars已经没有在股 啊他马上失了 下失了 所以风险为零 他或许会重新上市 不知道啊这是以后的事 ok 所以这里我们要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跟你讲解 很好了ok 另外这个买卖策略 也是把盈利给放大和亏损 给减少最主要的一个细节来的 很多人 没有问我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大概是这样 然后要需要探讨 我要还要讲给一些人 你要买股之前要跟我探讨 讲解 因为我会跟你讲解这些东西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过很可惜 没有人问我这个 当然这个是选我学生那边的 所以那边我就静静的看哦 这个一句话讲完 切记哦,这个买卖策略一定要跟自身的财务状况锁定 这是我给你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根据你可以承担风险锁定下,就是说你可以亏顺 一千块,就是一千块,你就定下那个,ok 然后我们就进了买市的策略了,为了更快,然后这里我会跟你讲主力跟支撑 主力支撑是基本上我们来买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主力跟支撑 有时是假如好,我们也知道哦,人的心理那边是怎样形成的 为什么主力会在那边,支撑会在那边 主力点是在那边,有人讲是套利 就讲那些人的,我的薪水价,比如说我是快二 也有可能DIB还有很多人在快二的时候买进,ok 买进的时候,然后到快二的时候,他就一直这样丢丢丢丢丢,变成主力了吧 对吗,ok,然后就形成一个主力,不会上升 再不然哦,了解的人知道,哇,快二的时候是一个反弹 很好的反弹点,所以在快二的时候,很多人大量的借票 就一直借快二的时候,不会下跌到超过快二 所以这个你要清楚知道这个主力跟支撑 所以技术分析哦,我们会了解到人性 我们要知道他的真正的目的,然后他的背后理论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样阅读起来就简单很多,很多人讲是假 是假,没问题,我们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假的也可以是真的,真的也是可以假的 虽然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知道啊,了解哪里是主力跟支撑 我们在这边才可以啊,探讨一下,比如说突破主力的时候 我们买进,或者是他反弹的时候买进,有量的时候 那时会比较安全哦,好像我刚才一个人讲了 一个早晨之星在一旺时我就可以直接进了哦 然后买四十六七的时候,你买了进后哦 你试试该加码呢 比如说你,你没有可能一买一次就买完了 你要分阶段的,你要分分分钟,要分十次 或者是二十次,也不知道哦 应该一直加码的上哦,好过加码的下 加码下时,你要知道他有特别的消息啊,这样你就可以加码了 就是他这个股下跌,一直下跌的时候 你可以加码,一直拿低平均加,这个没问题 这是给很白痴的人这样做啊,就是 不是白痴,就是懒惰,不要计算太多啊,OK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股真的是值得加码,这样就可以去 还有另外一个是上升的时候,你也不要烧那个他的到顶点的时候 很多人讲这个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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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街边的uncle啊 那些不知道股票开始变股神的时候啊 你这样是加码就很危险了 这里就是买次的策略,你要探讨这个东西,几次加码 然后,要考虑的东西就是,买了后就省,怎么办 这里回去,你要赚多少咯 比如说,不好意思,很多谈一下,比如说你要赚10万 要赚10万,但是你所投入的只有20万 你预测它可以赚50% 你可以选择不加码,你选择加码的时候 你就要看清楚,它可以到那个没有 到那个,我们叫做止盈啊 叫做,Telling Stop Loss Telling Stop吧,应该是 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赚这样多就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在一个股的时候要赚多少 OK,比如说,我就讲EcoWest就好,EcoWest我不弹性 它母股上升了3块半,就可以砍了完了 稳赚啦,对于我来讲,3块半可以很高的可能性 因为我看到,以这些分析,我看得到全部分析到好 就算我是用2块6来买进的话,我还有9毛的盈利 就是2块6上升到3块半,就是9毛了,对吗 OK,所以这里我就看到,它现在下跌 就是它现在,我在想要不要加码 现在我的确是加码,因为我看到还是值得 所以我就加码,所以你看一下它跌的时候 买后就跌怎么办,哇,这些人就很多人很panic的 立刻止损 有很多人会立刻止损,当然啦,你要看清楚啊 如果它是,你有放阻力跟支撑 它支撑的时候,然后跌到支撑 跌破 止损,离场 它在上升的时候,硬气咯 这个真正,就是跟着我们买似的策略 因为我不能陈述那个在跌 所以我就卖出去,就是这么简单 OK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买后没有反应怎么办 这个很多人都会讲的 通常就是,这带不逃走去 因为股票买进去的时候,不是神就是跌 再不然就是没有反应,这三个可能性也 我们要放进去考虑一下的 没有考虑,不能的 要考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有机会的 OK 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探讨一下,哦,到底是什么呢 呃,是 要假期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或者是,还很早的关系 还没有人发觉到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Joywin都有 有,你知道提然不知道的情况 就这样的情况也是有 我们去探讨,所以每天都是要探讨的 买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跟着这个策略的时候 每天的时候,通常是用五分钟 就给做一个,一个,啊,检讨 自我检讨,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改变一下 所以人家讲没有时间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五分钟你都不死的拿出来 那么你要怎样赚钱 这是买死的策略用 卖死的策略,这次我放红色 因为这是sell 很多人呢,会买不会卖 会知道怎么buy but don't know how to sell 也是很大问题的 这也是可以看主力跟支撑哦 为什么我会讲解这个 在两边都有讲解 为什么我炒股哦 主力跟支撑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都是散户在里面 在炒股方面哦 要推升的时候,散户是最小的 因为什么 便宜嘛 我上一个bit就可以赚更多嘛 你没有想到下跌一个bit 也是可以推到很多呢 所以那边我们要看哦 准备要推升多少 上升这样多的时候,OK 在主力,通常我们都是丢在主力那边 或者丢在主力一个bit 看它的那个那个那个力度 让momentum够大没有 如果够大的话我们可以放更高一点 有一个例子就是 fbfd那边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里主力跟支撑哦 在炒股,永远都很重要 为什么 心理因素的关系 然后该想考虑的东西就是 上升到该这样高的时候 比如说 一个月的时候,上升到3块半的时候 你会想,该立场嘛 那时我就想,我的三个东西是3块半 现在现在看我 我要不要变卦 我要不要改变策略 就是我要 抓到4块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东西就在亚航那边发生过 亚航的时候那时看的时候 快半嘛,之后变了 现在到3块多 在那边的时候2块多 我就改变主力了 我就再进回去 快半我是卖完了 然后到2块多时候再进场 我有亏损吗 没有亏损 因为我改变我的 我的立场 离了场又怎样 我又可以再进回去 这个就是 不同人 不同想法 所以 改离场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 改离场了 赚够了 或者是 我不能承受这种亏损 所以我要离场 也是一个原因来的 然后 这里也是逃避不了 买了就省 卖了 卖后 你就问一下你 你赚到 你赚不到 赚不到的钱 就由得其他人赚 因为市场 机会 垂街 都是 所以 有 有些人家 问我 我要赚很大 问题是 你最过往 如果你没有赚过 超过100% 突然间给你赚100% 然后 你100% 你就砍掉它 那股股最后上升了800% 因为你没有赚过这样多 因为你不是没有慢慢大的关系 到最后 你都会耿耿意怀 或者是你也是赚不到的 为什么 心态关系 因为你没有慢慢大的关系 我还会给你看一个链接 因为我制作过一个video关系 这个东西的 然后卖后就跌怎么办 我这个就很好咯 看你要不要买回进去 没有 又还是 已经是离场了 好像炒股 就又大跌了 这不管你是吗 跌了 就跌了 有什么事没有问题的吗 还有另外一个 卖后没有反应怎么办 也好啊 至少你都不不在场了 就看了一句话 哎呀讲完 这五个点 是很重要的 就这里我们就 每天花 五分钟 想 就 啊 收视了时候啊 在要睡觉的时候啊 最好不要再睡觉前一个小时这样啊 因为你想的这时候 三分钟会睡不着了 想想想 就 抽一些时间去探讨这些东西 好过没有了 OK 通常这个东西我们合起来就是说 说开始布局时候要怎么做 至少要赚多少 就是我们还没有做那个制定那个策略的时候 买卖策略 我们要赚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人 不知道还要赚多少 可以在股市当做常胜均 通常在股市可以赚 大钱的都是知道他们要赚多少 为目的 至少有一个目的 然后要怎样去实行它 那么我表面就是那个投资策略 要怎样改善 可能多一点操作啊 啊 就是他 他上升的时候卖掉啊 下跌的时候再买进去啊 买进去啊 就这么简单 buy low sell high 在股市那边就是buy low sell high sell high buy low 这样才可以赚钱的 然后这个也是要想清楚哦 最多要亏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承担的风险 比如说你投入1万哦 你只能亏损1000 是10% 那么亏损真的亏损到10% 你就真的要离开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调整 要从头调整过我们的心态 不调整的心态的话 我跟你讲很难可以有那个 平静的心思哦 去想怎样做了 很危险一下的 ok 例子哦 刚才我跟讲我找你们一招 以股息来讲解 周徐利 dividend yield 方程师 怎样操作 这里就需要讲 我是以10%的周息率 就是10% dividend yield ok 一年总共收了多少股息 除以总共付了多少资金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周息率24 dividend yield 这个是最简单的讲解 ok 我们来看Excel 用Excel来讲解就好了 这里我就先跳出来 然后就回去Excel那边 10% 10% 1块钱的股啊 ok 然后这个是他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是要1块钱 嗯 我以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原本哦 你有1000股吗 你1000股哦 你就是给1000块 这里我就要放股数啊 ok ok 这里1000股如果是10%的话 你就拿多少 很简单的 也是乘1000的咯 就这里哦 我们就达到100 最简单 我们没有算清那些啊 交易价 我们要给了解 这里 100 除 1000哦 刚才我就讲咯 一年里面说100块 然后除我总共付出1000块哦 这乘100%哦 就10%哦 这个周期的 我们明白哦 不是哦 快一 给一脚钱是10% 是我们看了 我们是拿到多少 巴仙 比如说一些股 他很好笑的 他跟你公布 他讲给你一脚 你看股价是一块哦 你会买进吗 给我肯定会买进 为什么哦 等下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我拿 我是 这个哦 10%来讲啊 在FNIA 很难看得到 一年里面给你10% 是很好的投资来的 这种是值得投资 10%啥啥就赚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 投资哦 如果是买一千股哦 我们正确来给哦 不是一千块的嘛 算买那个交易费哦 是1014 1014哦 也就是说 100块除1014哦 9%多 当一只股 从一块钱哦 上升到快二 你要卖掉它嘛 给我肯定卖 为什么已经超出我的目标了 为什么 当初我只是10% 我只是期望赚哦 这个9.8%多 因为我的成本是这样的 那快二的时候 我四串超过10%了 是符合我的需求 这样的情况之下 40万赚 OK 当这些人哦 他们认为快二哦 快二买进哦 快二买进是 他们赚了一毛哦 也就是说0.1哦 除1.2哦 再乘 这些人 100是 他们觉得这个 还适合理了 这些东西 那些uncle 找不到更好的投资啊 他们会买进 为什么一毛哦 我快二买进 我回酬哦 从这股息方面 我是真的这样 当我他起到哦 快半的时候 这个换掉了 6% 还是有人用的哦 他起到两块的时候 5% 还是有人用的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看个人哦 给我快二 他 我当初目的是10% 赚到10% 也就是他 然后清楚知道哦 股息是从股价分割出来 我只是当初只赚10仙 但他超过10仙的 10仙的时候 我要怎样做 我要怎样做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卖掉哦 这个已经是达到我的目的 数据上还剩到两块 关我什么事 我当初的目的只是要赚这么多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你 你会亏钱吗 不是 我已经正在改 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稳赚啊 肯定会 为什么 因为 你知道你赚多少的情况 达到那目的的时候 砍掉他 上升 与你无关 下跌也你流关 我代代平安 进入口袋的钱 才是钱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 要了解这些东西哦 OK 所以我就以这样 Excel的方式 讲解是快很多 然后乘几二十哦 我在书那边有写 这个投资策略 在基本分析那边 放了大概是三页 OK 然后有多少位读者 有去跟着这个做呢 我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我为了 显现我的真诚 然后我会跟你分享 这个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股市赚钱 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下 接下来就看下我自己 所提供的买卖策略 我这里讲的是很简单 看到这个特别篇啊 bonus chapter 我自己讲完 看完前面八张 到最后你还是需要一样东西 那就是实战和累积经验 这篇会特别强调策略 也就是怎样去衡量风险 这张也可以说是心态篇的延续 每当您要买进一只股市 除了要用基本分析之外 你还要确定自己可以输多少 才来决定要赚多少 这是第一步你要清楚知道的事 这是因为如果你连最多可以亏多少 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你是不时投资的 尤其是股票 投资 投资股票 要知道投资股票门槛是很低 相对的亏欠的聚位也是很高 只是事实啊 风险来自于你对某些事的无知 就要比你不会加持 你就很勇敢的去加持一样 不管你做什么事都好 这些事都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投资股票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而那个风险就是亏完你的钱 所以当你要开始投资股票时 你就要确定您可以最多亏多少 这也就是你做最坏打算来决定你 您可以投资资金是多少 这是因为投资出了会有资本利的 capital gain或现金流 percentage之外 他会给予我们亏损的风险 事实上每样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体两面 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最好 做好 做好最坏打算之后才来投资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最坏的打算才来看嘛 做好最坏打算后接下来就是选股了 选股方面当然是以基本面或技术面来做 这个也是要看市场是属于哪个形态 刚才我也是讲也是好或坏 当市场是属于好的时候 选股方面就尽量以技术面为主 基本面为普 反之就要以基本面为主 技术面为普 注意哦 这是116哦 然后反之你看呢 反之就是坏坏的时候 不坏不上不下的时候 你要怎样 两个都要看 要看着要 OK 然后注意哦 这个步骤是选股 还没买进任何股 至于仔细的方法 就麻烦您再从前面几张研究研究吧 在这里我大概会找到至少十字股 这之后就要看 这之后就是要算那只股可以给你最高回抽的 你和你期望有多少回抽 前者会比较有挑战性 一点 因为会 因为承受的风险会相对的比后者高很多 期望多少回抽吗 OK 因为你最高的回抽和你期望多少吗 比如说你算那只股可以给你大概100%回抽 而这只股是 0 比如说你算那只股可以给你大概100%回抽 我回抽 是0 不过这个 可能会有变数 因为这种可能会发生突发事件 如你2014年看 啊 头看好石油行业股会大起 而在2014年中石油大跌时就是所谓的变数了 看到吗 我这里都有提出提到了变数 这期望方面就来得简单很多 其尤其是你 期望的回抽是28% 这个基本上是很容易做得到 经过这轮挑选后你大概会剩下 五只股或认兆 开始的时候你会失职 然后经过这些也应该雕想就更少 经过两轮挑选后你就要开始 为什么这些东西在基本 我的基本分析那边会跟你讲怎样呢 OK 你就要开始算上你要怎样进场来检定你的风亏损 这里就还可以上买卖车了 要知道股市只会发生三种情况 就是升跌或不升不跌 你再准备好这三个记忆本应对策略 这三个记忆本应对策略是讲数字 当你买进一只股时你要怎样分辨你的资金 当然一开始买入一只股时 要用记忆你只可以投入一部分的钱而已 如48%到50%看到吗 除非清楚和很肯定你买入股市会升 或你的资金的规模是很小 不然你就只可以投入一小部分资金 好让你有机会买入更多的股 以上是你要问的自己三种情况 请拿出此和比来记录一下情况 但买入时股价是升你要做什么 买入卖出什么都不做 如果是买入为什么 什么价在卖入分别买入 这些东西你看到如果是什么为什么 要问的这些为什么 但你买入股价是跌的 你看啊是你不升不跌 你看我怎样去帮你分析到更多 基本上每个问题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是给你的大概的卖入点和卖出点 这个阶段是属于考虑阶段 而且还是还没卖进任何一只股之前所做的东西来的 这以上问题哦 我相信你是有最基本的买卖点的 接下来就是实行你从这里所失效的规矩的 最后就是检讨 也就是当你把股票没卖出后 所要做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样做才可以把你之前所犯的错误尽量减少 你看我跟你讲一直要检讨 哎呦哦 我也有做过一个video是上这里的 所以这里你看是这个 youtube这个是零哦 这个零哦 零vh uurq gcaa 这些大写 你啊这个连接看下去的时候 你一看到 我也有看哦 这个很可惜的 高回酬高盈利 操作形态片 只有192个人看你 很可惜 没有什么人看 然后你看完我这个整个video的时候 有些人会有天真的想法 讲了天真的想法呢 就是说 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 怎样在股市里赚钱的窍门 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 你还是需要体验才知道怎样操作 那些细节 我我这里分享不到更多 我我这里分享不到更多 给你看 你要就算我帮你操作 你在旁边看着我怎样做 你没有去做 你也是不会 就好像你写字哦 你看人家写字 你就会写字了吗 不会的 比如说你写很简单 你看那些小学生 我们看人家写 然后我们模仿 然后我们自己动 亲手动 才有的吗 我也是很很很很 很怕哦 未来的那些啊 generation 就是我们的 后院的那几代哦 因为他们全部是用电脑画的嘛 他们没有用手来写 怎样学写字 结果到最后又不会写字 这是很危险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同样股市方面 你还是要实战经验是很重要的 会使你亏钱 会赚钱 我也不知道 OK 我做这边是尽量来帮助更多人 可以在股市可以赚钱了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看完这个video之后 就一部分点 你幻想什么东西都可以省略 没有可能的事来的 他就是发白了梦哦 继续发白了梦 很多人就很喜欢发白了梦了 然后名言那边哦 我间接也可以算是你们师父 因为我这样分享出来 我也没有收什么 你要清楚知道这个名言是叫师父引路门 修行在个人 这个句话讲哦 我最多是拿你进门 然后修行 你要自己做很多人 修行这两个都不要你就发白了梦 一步登天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用了多少人 然后拜访了多少师父 然后他参考 然后跟一些多少人交流 看多人无数 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以这个来讲 这师父没有料 很好笑哦 不是师父 师父有没有料 不大重要 重要是在个人的修行 你的修行在哪里 你就得到哪里 看那个境界 你的境界到这个 你就得到这个 你层次到这样 也是到这样哦 你还没有到境界这个阶段 你就 在批评人就 很好笑了一句话了 那股市赚钱知道哦 持续的做和检讨 接下来就是平常薪 然后买卖致富 这三点 很多人知道啊 但是有做吗 没有 就发白了 为何持续的做和检讨 婴孩学习走路时 是一次就学会了吗 你就好像你是baby的时候 不要讲baby哦 看我自而就好 我自而也是不是一次的 该只是把 哈 就学着人家走路 不过还是不会 不过现在会走路啊 一岁 还没有过一岁就会走路 蛮厉害的 爱迪神发明电灯泡 是一次就做得到了吗 不是吗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爱迪神更厉害哦 电灯泡今天的发泡 然后是还有一样东西 要贴身而去记忆这一辈子 失败不可悲 可悲在意不敢尝试 和一步都不敢动 这些是很可悲的人来的 检讨是一个自我进修的过程 要成功就必须要的一个过程 所以检讨哦 我们每次哦都要 不要对着其他人 要看自己 对自己那边看一下 我们试试这样的人 然后接下来我们跟进来 第二个点就是平常行为何平常行 心烦气糟容易犯犯错啊 你没有平常行的话哦 你买卖有些目都不能正常的操作 做决定最重要的心态来的就是 你要做决定哦 要说什么事情哦 就是做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平常行事 很容易犯错了 ok 然后为何买卖致富 这个是买卖的决定权在自己 你要清楚知道哦 钱 你全部在你自己 那些钱啊 ok全部全都是你自己掌握的吗 你的钱财不是我掌握 你赚一分我没有分 你亏一分你要我承担 这是发白的梦了 没有可能的事啊 那事实上哪里是这样的 我没有那个权利去掌握你的钱财 如果那些人哦 这样讲哦 我因为这个人呢 亏损这样多钱哦 那些人我跟你讲哦 不要投资的 把钱放ft就好了 做那个中产阶级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埋怨了 继续埋怨下去 没问题的啦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都不要负自己的责任 这个买卖哦 自负哦 是一个你自己的责任 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其他人 这么你就代表 代表你是真的很难在股市上生存的 就这么简单了 ok 然后今天所说的就这么多 谢谢观赏 然后我希望你们看了这个video之后 你可以 尽量的介绍多一点人来 subscribe我的youtube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免费东西 我是思维一直做这些东西哦 是为了方 不要给你们知道 一些人哦 每个人不同的人哦 看字哦 他们有那种心态哦 他们会看到歪的歪曲掉的嘛 所以我在那边讲哦 你看听我的语气 我的语气你就知道 不像是 不带任何感情的 是吧 当然我是很兴奋的 这样跟你讲解 这样的 因为这些是 一来我所做的东西 然后 我也是亲身体验过很多东西 就这么简单了 然后就是 最后就是到此为止了 谢谢下一期 我们就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再看了